威福部长陈时中 他是以定制西装 来比喻这批应有复弊胎的BNT疫苗 这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听了之后大酸 说死了800多人 才发现冬天没有衣服可以穿 这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损失 另外针对柯文哲先前有直言 台湾人民现在是在帮高端做第三期的试验 陈时中并不认同 强调这是对市场的一个监测 不过这番话让柯文哲又更不满了 说这种讲法就像是药厂的业务代表在讲的话 死了800多人以后 才发现冬天没有衣服穿 我想这不是大家要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大酸 威福部长陈时中 认为他的定制西装说 根本是为自己对于复弊胎BNT疫苗 前后不一的标准来开脱 老百姓关心的是玻璃瓶里面的疫苗 不是玻璃瓶外面的标签 如果要死了800多个人以后 才发现说冬天没有衣服穿 这都是不必要的损失 疫情加龄 但是炮火还是很猛烈 柯文哲跟某酸 这批有望到货的BNT疫苗 郭台铭目前幕后都做了不少努力 但却不常被中央提及 疫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都有功劳 但是也不用说刻意去 去不提郭台铭的努力 我想这也没有必要 另外针对高端疫苗开打 柯文哲先前认为 这是大规模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不过陈时中听到可不满意 想要纠正一番 应该是说是上市之后的一个 后市场的一个监测 正确来讲应该是这样 陈时中那种讲法听起来就很像 药厂的业务代表 现在高端那个临床三期还没做 也还没拿到认证 那就在 它是用EUA在市场上做 其实这个是目前地球上最大规模的 新冠肺炎第三期临床试验 即使台湾疫情已经逐渐虚缓 但一谈到大家最关心的疫苗 两人又继续隔空交锋 话题似乎没有因此 讲文过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